亲爱的理论姐妹们 今天圣会礼仪 从今天开始 我们进入四旬期 四十天 大家都知道 今天会首张 一年就两个张 今天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耶稣受难日的 大星期五 如果可能纪念了首单 今天我们所读的是 约尔三支书 这是圣经当中 很短的一部书 一共不到八十节 分了四章 它讲三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 宣布可怕的惩罚 如果我们离开天主 寸草不收 灾祸连连 各种各样的灾祸 随后 它呼吁 人们悔改 首摘 祈祷 转向天主 最后 宣布 天主的救恩 天主会改变 来救赎他的子民 这是约尔三支书 今天我们读的是 第二个主题 先知 劝人悔改 每一次 我们只要一读这句话 上读的段语 一下的话 是非常重要的 是天主自己 在说一些重要的事 一定要注意听 每次在圣经当中 先知一说 上读的段语 下面这些话 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 一开始就说 上读的段语 你们要全心 回来我这里 回来 是今天读经的主题 天主劝以色列人 你们要回来 在祈祷的时候 有时以色列人要天主 他们求天主 你快回来 意思很明显 我们远了 不再像从前 住在一起 像亚当跟圈主 在乐园中 一起散步 我们是朋友 是爸爸和孩子 现在我们远了 请你回来 我错了 意思是 请原谅我 宽恕 圣容第八十篇 同样的主题 我说的这个回来 在圣经当中 经常出现 以色列的牧者 请留心细听 求你彰显你的威能 快回来拯救我们 万军的上主 求你回来 复兴我们 天主 求你领我们回去 我们再不愿离开你 回来 回去 意思是 不要离开上主 如果你已经走远了 快回来 如果你已经走远了 快回去 找天主 怎么样回去呢 回到天主那里 今天 先知说 我应该借着进食 哭泣和安伤 手沾 眼泪和痛哭 应该撕裂的 不是衣服 而是你们的心 回到上主那里 怎么回去 手沾 痛哭 撕裂你们的心 不是衣服 以前如果一个人 做错了事 犹太人的风俗 或者规定 把衣服撕裂 证明我错了 我该死 我该 一分为二 我就定该活着 但是又不能自己杀自己 所以把衣服撕裂 向着自己错了 这时候 这时候先知说 你们撕裂的 不是衣服 而是你们的心 我们的心 怎么会撕裂 而是你们的心 他这样说 天主求你给我储去 一颗铁石的心 换上一颗血肉的心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如果像石头 没有办法 你用刀 扎它 扎不动 除非 用锤子 把它砸碎 换上一颗血肉的心 有感觉的心 天主那么爱你 你像石头一样 无动于衷 你要觉得他的爱 你要觉得他的爱 天主的痛哭 你要觉得他的刺痛 当你伤害他 所以这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句话换成 应该砸碎你们的心 换上一颗血肉的心 因为我们的心像石头 现在天主给我们讲话 我们的心无动于衷 反正听过去 明天还讲了 或者来回这一套 每年都是这样 也没什么新鲜的 说明什么 我们的心像石头 什么都进不去 泡在水里 它也不软 蒸不熟 堵不烂 那是块石头 现在撕裂的是我们这个心 砸碎的是这个心 要让它成为血肉的心 天主喜欢的寂见 圣语上说 是忏悔的精神 我的天主 你不仅是一颗忏悔的心 所以 这些外在的 伊萨利亚先知 在第一章14到17节 他同样讲 以天主的口气说 我的心痛恨你们的节日 对我来说那是个雷队 让我忍无可忍 以色列人过节日的时候 他们拿着东西从各地来到耶路撒冷圣殿 很隆重 天主说 对我是个麻烦 我忍无可忍 你们伸出手时 我眼目不看 我不再看你们 他们伸手是这样伸手祈祷 天主说我不再看 你们祈祷时 我不再听 因为你们的手沾满了血 你们应该洗地 应该自洁 以色列人去圣殿里都沐浴 就像我们到了主日 换换衣服来沐泥撒了 洗个澡 天主说 你们应该洗地 应该洁净 但是这里不只是值得沐浴 穿一些干净衣服 从我眼前 隔出恶行 停止作恶 哦 原来是这个 你们到我跟前面 不是大家唱歌 大家跳舞 拿着东西奉献 我就高兴 你们应停止作恶 学习行善 追求正义 随后在伊萨利亚 先知五十八章 又写说 你们 不适当的手沾 在这天 还想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 难道你们低头像芦苇一样 头上撒灰 以为我就会悦难吗 你看 为什么今天我引用这些话 正适合我们的礼仪 你们以为你们低头忏悔 在头上撒灰 天主就喜欢吗 天主说 我要的不是这个 弟兄姐妹们 天主说 我要的不是这个 那是什么呢 我喜欢的斋戒是 注意听 不要再那么凶 把人间上的担子卸下来 让有痛苦有压力的人 轻松 我喜欢的斋戒是 你自己不吃 把你的食物 给饥饿的人 没有饭吃的 没有房子住的 接到你自己屋里 让他住 给吃水漏体的人 衣服穿 不要避开你的骨肉 你的亲人 他有苦 他很痛 他很难受 你不要看不到 你要接近他 走近他 给他安慰 若这样 你的光就发出来 在这儿 有一天 这是伊萨利亚 公元前八百年 八百年之后 耶稣来了 说你们是光 我们忘了 怎么发光 伊萨利亚这样说 给饥饿的人食物 给没有家的人房屋 给齿身露体的人衣服 照顾你的家人 亲人 你周围的人 这样就是发光 你很快就稳定下来 你不会摔倒 你会站得很稳 你的正义在你前面行走 意思是他带着你走 上主坐你的后盾 那时你呼求上主必回答 你哀求他会说我在这里 你看 当我们这样生活的时候 我们是在天主旁边 我们离天主很近 天主喜欢的詹 我看在网上发很多 讲很多 今天吃一顿饱饭 另外两顿不吃 今天在头上撒灰 少抽烟 少喝酒 很多方式的詹 在今天我给你们分享 伊萨埃亚先君 要我们守着詹 天主喜欢的詹 不要对人那么凶 开始对人好 让有痛苦的人 开始感到你的安慰 让有压力的 帮他们卸下担子来 这是天主喜欢的概念 尤尔先知继续说 你们回到上主那里 上主宽人慈悲 缓于发怒 富于此爱 说不定谁知道 他会回心转遇 而取消灾难 给你们祝福 这是悦尔先知的思想 当我们回到天主那里 天主就不降灾了 在这儿他有一句话 我们经常唱 打唱有 他缓于发怒 富于慈悲 缓于发怒 你细想想这句话的意思 缓于发怒 如果你有困难 天主急着跑着去帮你 可是当你得罪了他 他在这儿等着 他不发怒 他的脾气上不来 很慢 我们走路的时候 一个人走得快 我们说你慢点 慢点等着我 天主为什么不发脾气 缓于发怒 很慢的 就像挂着一挡 他不走 为什么 他等着我们回到 他不愿意惩罚我们 弟兄姐妹们 他等着我们 最后悦尔先知 宣布了天主的救恩 上主对自己的国家 满意爱情 对他的人民充满怜悯 这个是原文的翻译 他对他子民 对他孩子的爱 满意 就像那个碗里 杯里倒着水 都溢出来了 都是爱 没有别的 第二节目 我想今天 透过先知的话 我们明白了 什么是守待 什么是四旋期 对他人民充满怜悯 对他人民充满怜悯 感谢观看